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用心的阅读伊朗慢慢的爱上伊朗 对我来说这座古称波斯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情感 而有别于周遭都是信奉逊尼派阿拉伯人所组成的多数政体 伊朗是一个信奉什叶派 而且以波斯民族为主的政教合一国家 总统的差异让伊朗和邻国的矛盾冲突逐渐的扩大 要渐渐的变成了西方媒体口中的邪恶轴心 然而这个听起来作恶多端的伊朗 曾经为了要购买军火 遭到台湾人的诈骗 而受害者还是伊朗的国防部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切要先从两翼战争开始说起 我想说又有伊朗军作诈骗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我记得那时候其实电视台跟报纸都有登这个讯息 但是都不长就是那种所谓的一日新闻 所以就很有趣 觉得我们台湾会跟伊朗搞上这个事情 他们国防部派人来 每次开庭都会 没有开庭有时候也派人来了解 外交部我都有陪他们这些主管 我们都去外交部财政部 如同好莱坞的电影情节真实上演 一场叠对的演密声里不能说 也说不得的跨国军火诈骗案 就这样发生在台湾 被骗的对象不是别人 而是具有中东军户控制称的伊朗国防部 一个大名鼎鼎沙场精英跪萃的伊斯兰什叶派军事大本营 居然会被骗得团团转 当初坐在谈判桌对面的前客 还只是个在台湾叫不出名号的Nobody 究竟一连串的诈骗案 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荒谬事 一切得从民国70年1981年的周冬局势开始说起 因为那时候伊朗跟伊拉克弄得不好 为了卑劲的这种冲突 那个时候准备叫叫准备开火 后来1980年两一战争打起来 我们知道伊朗是波斯人 伊拉克是阿拉伯人 伊朗里面波斯人占绝大多数 有少部分阿拉伯人 那伊拉克是绝大部分是阿拉伯人 有少部分是波斯人 你看就知道了 两个这样子两个完全不对盘 两个是因为民族的仇恨 种族的纠纷 再加上边界的纠纷打起来 1980年9月22号 一场长达八年的两一战争正式开打 中东两大阵营牵涉周边数个国家 这场战争一方是伊拉克逊尼派 海山为首的入侵势力 对战的是伊朗什叶派核心的 宗教领袖科美尼 由于美国原本的中东政策 是要扶植伊朗 那为什么呢 因为伊朗本身有非常长的国界 他隔个离海就是俄罗斯 而且是俄罗斯本国 那另外呢 其实在那个陆地上来说 就是亚赛拜然 亚美尼亚 乔治亚这些 跟他也是在路上直接接染 然后北边就是高加索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伊朗在当时成为西亚 或者说是中亚立任 变成围堵前共产集团 一个非常重要的前进区点 他的这个重要性不亚于突然西 所以呢 他在当时来说 就极力扶植伊朗的这个巴勒维国王 原先伊朗还没发生宗教革命前 主政的是他 伊朗国王巴勒维 曾经来过台湾 更有蒋介石亲自接待 他和英国美国等西方势力交好 希望把伊朗带向繁荣西化的 开明之路 他淡化伊斯兰保守的教会教条 更靠多项的经济能源输出 大赚外汇 只是王室的贪腐与违背教义 让国内不少虔诚的伊斯兰知识分子毫不买单 认为巴勒维卖国求荣 罔顾自家利益 在导火现实在1979年的时候 1979年当然就是关键就是 巴勒国王跟这个后来的这个伊朗的革命领袖 这个科美尼的关系 因为科美尼都认为王室是美国走狗 是美国的魁力 科美尼啊 他打了这个反对国王 反对这个美帝 一定是这样的口号啊 他得到很多年轻人都许分子数据 他自己的宗教团体 因为伊朗实力派大国嘛 对不对 90%就是实力派啊 所以这个重大实力很大 伊朗在地民众揭竿起义 推翻王室政权 直接奉科美尼为国家领导 伊朗民众更是一不做二不休 冲进美国大使馆 武股使馆人员 酿成后来电影《雅果出任务》的真实情节 伊朗的任职危机 这股反对声浪等同在太岁头上动吐 美国老大哥气道断交 更联手西方各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不止如此 美国国会更如同断关了伊朗国防的手脚筋 通过法案实施武器竞运 终断任何军武输出伊朗 在巴雷国王时期跟美国那种密切 它所有的陆海空三斤装备都是美国的 所以从天上飞着 路上爬着到水面上开着 都是美式装备 美国跟它断交 而且采取各种制裁 特别是什么经济跟军事制裁 所以所有的武器的领导件 没有都不给 让海珊看在眼里 然后乐在心里说 我这个机会来了 对不对 过去伊朗的巴雷国对那么凶悍 我边界问题 说问题 我都不得不来赵丹全秀 现在轮到我了 猪头天 所以两一战争 就是伊朗克的海珊总统 看到这个机会来 那么他要怎么 你等级要提升伊朗克的地位 然后在阿拉伯数据还被脑袋了 多年的仇恨如同找到宣泄出口 看准伊朗没了靠山 被掐住软肋 伊朗克此时不打 淡怠何时 势如破竹 长驱止入 让伊朗根本串了火器 美国一直把叙利亚把伊朗都认为是恐怖主义的资助国家 那甚至美国当时候在两一战争之后是支持伊朗克的 那美国呢也希望说这个逊尼派 因为逊尼派跟沙奥地阿拉伯是同一个派系 美国跟沙奥地阿拉伯也比较好 然后呢 这个伊朗它是所谓的实业派 那这个实业派呢 它是所谓的回教原教旨主义 也就是说所有政教合一 然后女生是不能受教育的 那当然美国是不喜欢这样一个一个势力 所以才去支持这个政教分离的韩山 还有呢 伊朗的这个政规军啊 陆尔洞参军的那些将军主席官 他们都是美国训练出来的 都是原美的 所以他们对新政府啊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相信力 因此呢 成为这个公民政府破坏的对象 因为这些都是国王的 国王帮国王派的 都是美国帝国独立的走路 一直这样 就把他们修理啊 官奈建立 官契建立 吴王吴王 就是把他们给绞塞了 就判过 那你说这个伊朗这下这个军律怎么样 当然是大受打击嘛 其实当时啊 那些伊朗的这些军人 被这些这个回教经营费 其实整得很惨 但是又为了这个保卫这个自己的国家 所以呢就重新啊 甚至有些是从狱中被放出来 去作战 伊朗在1970年代基本上來說是可以買到美國最先進的裝備 包含像F-14戰鬥機 F-14戰鬥機就是大家看捍衛戰士第一級阿湯哥飛的飛機 跟第二級他去偷的飛機 F-14戰機在當年來說可以說非常非常的先進 它甚至於就是在美國海軍來講 因為它是針對艦隊防空開發的一款制空戰機 所以它甚至於在空中可以做這種空中的連線 那另外除了這個F-14戰機之外 也出售了像包含F-4幽靈戰機 以及當時由美國授權我國航發中心 今天叫漢翔公司所生產的F-5EF這個戰機 擋不住伊拉克的一輪猛攻 加上阿拉伯世界與美國勢力暗地裡支持著海參政權 此刻的伊朗回首過往 即便過去曾經是中東軍武裝備最先進的國家 但此刻也如同被拔牙的熊獅並奄言勇氣無力 你既然作戰就會有這種所謂的作戰的耗損 那這個作戰的耗損其實非常可觀 那這些零副料艦可能原本可能還能稍微支持跟維持 這個伊朗武裝部隊的這個運作 但是經過作戰的耗損 它會讓原先的耗損速度比你可能預期的速度要加倍 甚至可能是雙倍的這樣的速度耗損你零副料艦 比如說其他系統它這個時間已經到了落了100次地 我們假設它就要去換裡面起落架的一些零件 你沒有換還是可以飛 但是已經保固安全性受到堪餘 你就會出事看線上是沒有事情 但是你已經飛了100次落100次 它有規定 那你這樣子是不是要去換 你不換你只是缺少這個 但是你發動機飛超系 EA系 其他的航電跟這個火控系 還有雷達都是好的 但問題是你起落架有問題 你飛機還是不能動 空軍的戰機沒有起飛 在地面上是廢物 沒有辦法當發揮戰力 你的機炮你的飛彈在地面上能打嗎 當然不能打 一定要在空中能發揮非常強大戰力 那地面上是零 如同買車容易養車難 當時的伊朗擁有連台灣都沒有的F14熊貓戰機 但光是需要更換的零副料件 洋洋洒洒多達一千多像 就連過去讓他們能耀武洋威掛在F14上 具有150公里攔截能力的鳳凰飛彈 熱電池也時效過期 種種都讓伊朗國防部入熱過螞蟻 當時伊朗就發生到 它有一堆鳳凰飛彈 但是這些鳳凰飛彈上面 熱電池通通借齊了 然後等於說你即便發射出去 那個飛彈不作用 同時掉到海裡面去 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它就變成說 它就要去世界各地找這種東西 正當伊朗國防部急著在世界尋覓軍火 一位自稱來自臺灣的軍火商 如同來了場結石雨 天降甘霖特別舒心 1979年伊朗發生了一場 史無前例的伊斯蘭革命 一夕之間伊朗從親美派 巴勒為王朝統治的世俗國家 搖身一變成為西方國家眼中 保守封閉 宗教狂熱 恐怖主義溫床的神權國家 有人說這一切的這種幻影像 是美國刻意操弄的刻板印象 學者將這種說法把它追溯到古希臘 西羅多德所寫的歷史之中 歷史的書裡面提到了 愛晶海城邦的聯軍 跟波斯大軍 中間的交戰是東方跟西方的永恆鬥爭 如果有看過三百壯士 應該就理解當時 從溫泉關到馬拉松之一 種種的戰爭包括了斯巴達 這所有的一切其實他講的就是 在希臘人跟波斯戰爭中有其中一環 而當時波斯的統治者將希臘人 視為暴力而且是分崩離析的少數民族 如果讓希臘人他們自由發展 他們只會自我毀滅 而往後的歷史也證明 波斯人的看法是對的 在日後的 波羅 奔利撒戰爭之中 希臘與世界幾乎毀滅了彼此 而這些城邦們為了尋求 這個解放跟自由 竟然跑到了波斯帝國 去尋求協助 並且樂意交付他們所擁有的自由 這一點讓我們知道 就是所謂自由民主 是古希臘所傳承的精神遺產 這觀點非常的不一樣 而這類的文化跟歷史上的誤解 也正是我們對伊朗的誤解 而我們將這個眼光 繼續把它回到 兩億戰爭爆發之後的伊朗 面對美國斷交以及制裁 伊朗陷入了軍武耗損 難以補充的困境 尤其是美制武器 所使用的特殊電池 耗材跟砲彈 都沒有辦法自製 那正當伊朗國防部 一籌莫展的時候 一位神秘的台灣人 伏九 現身於伊朗的國防部大樓 他聲稱自己有門道 可以引進美制的武器零件 還可以幫他們購買 性能不輸美國原裝貨的 台制武器 只要先付一千五百萬美金 相當於台幣六億的定金 就可以了 那伊朗火急的 將錢匯到指定的彰化銀行之後 錢被提禮一空 伏九也人間蒸發 從此展開了長達 三十三年懸而未決的 台運軍火詐騙案 戰事來得太快 軍武零組件大缺貨 加上高精密科技的軍火 不是今天說 明天就能做的簡單玩具 伊朗官方焦急難耐 開始尋求各國黑市幫助 看看能不能江湖救急 那些軍火商都知道 只要你提供現貨 錢不是問題 他把它付你 也就是說他甚至可以把錢選給你 只要你東西拿到的話 錢都不是問題 所以伊朗那是急需各種裝備 1981年6月份 一名黃皮膚的中年男子 搭著巴基斯坦航空班機 抵達了伊朗首都德黑蘭 麥克拉巴德機場 炙熱的天 絲毫不減他前進的心 伊朗那時候內部還很亂 因為伊朗政府發了很大變化 到處也有一些什麼 所謂保皇勢力的反抗 甚至遇見什麼 政府組織隊等等 所以伊朗那時候的關係蠻亂 自然也不太好 所以因此說 以一個我們台灣的 國民的身份或商人身份 要到伊朗去 所以風險是很大 大膽的不出機場 叫了輛計程車 這名黃皮膚的男子 比手畫腳 用英文夾雜著手語 和司機打交道 靠著司機的幫助 他的目的地 來到了伊朗的國防部前 經過一番交涉 這是伊朗國防部的人 這才明白 面前來做軍火生意的救命大神 名叫吳芙九 來自台灣 世間江新貿易公司的負責人 平日從事跨國進出口貿易 吳芙九更擁有劉美的高學歷 以吳芙九 他的這個背景來看 也不是很單純的 因為他本身也是中興大學 法律系畢業 然後劉美 好像是攻讀什麼犯罪學 還是什麼等等的 然後在國際之間 有介入軍火買賣案 吳芙九信誓旦旦向伊朗聲稱 自己能有門路替伊朗國防部 拿到眾多美式的武器零件 同時更能弄到信仰不輸 美國原裝貨的台製武器 早在1973年 中華民國空軍的航法中心 也就是現在國際國造 專門研究航太設備的漢翔公司 就取得了美國的技術授權 以虎安計劃為核心 讓台灣能自主生產 戰鬥機的相關零件 F-51F戰機在台灣 它基本上我們當時是 幫它生產相當多的零附件 甚至還生產 就是飛機上主要的結構段 所謂的結構就是機身的結構 在當時伊朗本身也有F-51F戰機 而且台灣有使用大量的美系裝備 包含像英式飛彈等等 我們那時候中華民國空軍的 航空工業發展中心 就已經有這個能力了 這是40多年前的事情 它從它的龍骨出來 就是我們講到它的主的那個主量 大量啊 就出來然後開始裝這些各種系統 一架飛機的它的系統 5萬件 你能夠把它多裝好 這是哪裡哪裡 然後它的空氣動力中心 還有它的重量的重力中心 跟空氣動力中心 你的配比都是完全跟美國 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就有很高的基礎含量 那伊朗跟台灣的緯度差不多 那幾乎是99%可以通用 這個發動機幾乎是完全一樣 零件就都完全更換 這都是不相同的系統 劍嘛 身為前空軍司令 張延廷也曾飛過F5系列戰機 他深刻明白 暫時缺劍無法起飛的交流心情 恰巧吳甫酒 掌握了這樣的心理需求 你做生意的時候 你不可能扛到一個廠去或扛到一個倉庫去 你就拿一個東西 當伊朗人看到你拿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對不對 確定是他要的 他當然自然而然就會相信你 因為這種東西也不是說在平常 國際市場上隨隨便跑一個商人就能夠拿到的東西 我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尤其是台灣 你看台灣也有在跟美國共同生產F5E跟F5F 美國把相關的系統件 發動機雷達航電設備 還有導航設備 飛超系統 還有飛機的起落架 通通是美國製 然後在台灣組裝 台灣組裝的技術沒有問題 如果要說吳甫酒是不請自來 伊朗的國防部難道不會懷疑嗎 難道是個無腦傻瓜就這樣相信了嗎 但關鍵是吳甫酒起初抵達就直接表明 自己的靠山是中華民國的高官 伊朗人應該做一些了解查證 就是說這個人沒錯啊 在台灣是不是非常有地位 也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吳甫不準備 但是你看他的好朋友這個不得了啊 確實在那個年代 這名台灣的C型高官 確實擁有巨大的政治和外交影響力 更在美國人眼中是個咖 很快的吳甫酒就和伊朗 談妥了交易的各種細節 吳甫酒強調的現貨供應 打動了伊朗國防部的心 雙方簽立了武器銷售密約 首付投款定金1500萬美元 後續還有第二筆和第三筆的資金陸續進賬 而款項得匯入台北市彰化銀行大同分行的賬戶中 款到即發貨 但伊朗政府當然也得買一張保險 要求交易的特定賬戶 得由伊朗指定三名特派員清理台灣 共同開立聯合賬戶 錢一旦進到台灣 得由這三名伊朗人共同前往放款 再把錢轉進吳甫酒的賬戶 順便見證吳甫酒開的公司 一切虛實 現在一千萬美金跟以前一千萬美金差很多 所以那時候的一千五百萬美金 以今天來說的話可能超過一億美金 指定這三個人在我們賬戶銀行開戶 把他們的護照什麼都弄得很清楚 那麼他們匯款也匯到他們的戶頭 不是別人 而且要他們這三個人才能夠領 你照理說他們這樣應該很安全 他不是國防部親自去做 他是委任一個委任關係 委任他的中央銀行 因為中央銀行有各方面的人才 尤其金融 所以他會用伊朗中央銀行去匯款 當然有深思所力 同年的7月2號賺一千五百萬美金 從伊朗中央銀行匯入第三地 英國最大商業銀行密德蘭銀行 再透過密德蘭輾轉電匯台灣 那對於這個一千五百萬的 這一個美金的匯款 也不是一個小數字啊 當然他們是 也就他們的專業來注意的 那個匯款單上的指示啊 可以說是步步為宜 謹慎 小心 步步為宜 可見伊朗官方對這次的軍火交易 格外慎重 時間來到7月7號 錢已經進到張銀了 英國密德蘭銀行也清楚備注 三位秘密伊朗特派員 他們的簽名 護照號碼 以及相關個資 分別是 阿克巴哈塔蜜 法塔西 以及穆罕默德 李薩 沙里巴 果然7月30號 這三位伊朗人 帶著相關證件 由吳芙九 還有西姓台灣政府高官的 代理人陪同 現身了彰化銀行大同分行 共同零款 都指示要喝對他們的 護照號碼 才付款給這個聯合賬戶 不是匯到 不是個人的零款 當時經辦的這兩位 一個黃中夫 一個鄭警貴 都非常優秀 而且這個 對外匯都很強的 表現很好來接待這個 因為這個蠻大的一個案子 我們一般的1000美金就很大了 當你說銀行1500萬美金 他常常查證 對不對 不能隨便讓他領 開玩笑 台幣1500萬也是一樣 不要說1500萬美金對不對 當時張營的外匯部 兩名資深專員 黃中夫 鄭警貴 分別仔細檢查了 三名伊朗人的所有資料 升級記下他們的外觀特徵 其中一個人身高約180公分以上 另外兩位就只有150到160公分高 把護照什麼都看一遍 然後把它引 又引印起來嘛 對 然後再給他們開護 當時也牽涉到蔣燕中 蔣燕中也是一個蠻關鍵的 蔣燕市的弟弟蔣燕中 我想大家都就不要有點壓力 而且他到伊朗能夠跟他們的國防部長 這些能夠見面說 大概都是有相當的關係 這是我們不能沒有辦法去了解的 但是我在想沒有那麼單純的 這不是飯家家酒的嘛 一切看似完美順利的過程中 這場軍火交易的背後 高達6億台幣的跨國詐騙 也拉開了離奇、曲折、貝比所思的爆炸性市區 不同於西方社會 對,伊斯蘭律法國家有一種極其特殊的組織存在 而傳統上這樣的組織是由私人機構或民間社團來營運 在波斯宇之中 這樣的團體稱之為彭雅茲 也就是彭雅茲 而基於伊斯蘭律法所規定的武功 彭雅茲最大的金流來自於信徒的宗教監訓 日積月累下來 有些彭雅茲非常非常有錢 例如在1979年以後 伊朗最大的彭雅茲 他的名字是 社務壓迫者及商產者基金會 目前約有500家公司 他總資產出估大概有180億美元左右 而他的功能接近我國的退府會 或者是美國的退伍軍人事務管理局 他負責照顧兩一戰爭中 12000個富商 或者是陣亡將士的家庭 雖然他也就是彭雅茲裡面最具規模的 但是他也只是123個彭雅茲之一而已 那據統計 這些彭雅茲的資產加起來 大概佔了伊朗國內生產總值的33%到40%左右 是非常的驚人 那對於伊朗來講 彭雅茲是必要而且重要的存在 他們不僅僅是國家的白手套 更是背後那次看不見的力量 那根據伊朗法律 彭雅茲呢 享有免稅的優惠 那進出口的海關特權 以及最優惠條件取得信用貸款 並且在適當的時候呢 國家會調整保護貿易制度 讓彭雅茲能夠跟境外的對手來競爭 說到這裡呢 你大概心裡有個底 為什麼我要介紹彭雅茲呢 伊朗對世界各國的軍售還有能源的交易 他出面代表公部門最主要的運作單位 都是彭雅茲 而這一起33年前 涉及台兩國的軍購詐騙案 恐怕呢 也和彭雅茲呢 就脫離不了關係 將近6億的軍武的定金不翼而非 伊朗國防部門 氣得火冒三丈 懷疑了這中間有內神通外鬼 但是也不排除伊拉克 或者是其他的敵對國家 暗中使出了軌跡 那伊朗呢 更痛斥這一切 不是彰化銀行的錯 而跨海來告上法院 原本代曆呢 要追討12億的巨資 那我們的採訪團隊 也獨家專訪到 當時參與了這一場官司 那目前已經高齡80多歲的 資深律師鄭雅茲先生 讓我們一起回顧 整起軍火詐騙案的 萊茲曲曼 1981年7月30號 震盪三名伊朗人 阿克帕哈塔蜜 法塔西 喊穆喊默德 會同吳福九一同到張營 複合完所有資料 確認無誤後 1500萬美金隨即解匯 分別匯入幾個賬戶 其中777萬9千美元 匯入吳福九江新公司名下 另外近1億5000萬台幣 轉入蒋燕氏弟弟 蒋燕中的私人賬戶 最詭異的是 陸軍聯勤司令部的賬戶中 同樣也有1億1000萬台幣入帳 另外3名伊朗人 則聯名將425萬美元 直接轉回到國外 你看來開戶什麼都還有 剛才我講那一位很特殊 重量級的人物給同來嘛 所以手續什麼都完整 而且我們前處理完解匯以後 我們也有把解匯這個通知 給Mitra Mank 他也沒有意見啊 以為這筆巨額交易款 就此劃下完美句點 但誰都沒想到 一周後8月4號這一天 又有3名伊朗人 聲稱自己是伊朗國防部派的代表 前往彰化銀行 辦理1500萬美金的領款業務 這下所有人面面相去 傻了 如果這三個人才是真的 那上個禮拜那批人 又是怎麼回事 那第二批的三個人啊 彰化銀行所以不願意給他們資料 他們的護照不符啊 既然護照號碼 三個裡面有兩個護照號碼 不符啊 這下尷尬了 三個自稱自己才是真貨 卻領不到國家委託 購買軍武的錢不說 款項還早就被領取一空 三個人求助無門 只好輾轉出境 先往新加坡尋求協助 那是伊朗講的 Mitra Mank沒有說 這三個人還是 因為當時我們季節以後 他們好像有在出境到 新加坡還是什麼 那時候要找Mitra Mank 好像是新加坡才有分 詭異的是 早已結案的一筆匯款 同年11月 Mitra銀行又來信 要求更改 零還指示單上的護照號碼 但彰化銀行直接拒絕 回覆電文 一切已於7月就解匯完畢 錢也早已進入了 其他人的私人賬戶 假如真的是他有處理錯誤 或是張外銀行有錯誤 他一定挺身而出 國際匯隊的大原則就是 Bank to Bank 到現在 Mitra Mitterrand 或是會洪 Mitra Mitterrand 都合併了 會洪銀行 都沒有出過一次面 究竟黑貓白貓 哪一隻才是真貓 一場原先 該是檯面下的 跨國軍火交易 隨著款項被領 浮上檯面 軍火上午服酒 人間蒸發 位於南京東路五段 規模頗大的江星公司 數千員工也一個都不剩 伊朗政府氣到跳腳 兩度派遣調查團來台 就連伊朗的國防部長 據說也悄悄在兩國 沒有邦交的情況下 抵達台灣 我請律師 對彰化銀行提告 認為張銀業務出錯 才導致匯款被人冒領 要求賠償一千五百萬美金 外加利息一共12億台幣 剛好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伊朗方面 對這個我們要採過 市有種種的問題 他們有所表示 所以政府的乘風方面 對這個問題就蠻關注的 一定要好好處理 所以當然會有點 給這些銀行的負責人 一個壓力 他是鄭陽醫 台灣國內商業金融法的 學位律師 也曾代理過搜賀案等 諸多財經重案 彰化銀行遭到伊朗國防部 跨國提告後 驚動台灣的外交部 還有財政部介入關心 一旦軍火詐騙案 牽動國家能源政策 那還得了 不僅撼動了國內經濟 更在國境上丟盡顏面 據對方他委任的律師 陳長文在跟我提告說 副部長每次開庭都會 情勢到來 官司一打長達33年 中間一度歷經 四個案外案官司 高齡80歲的鄭律師回憶 這場跨國大案 他和伊朗代表律師陳長文 等同是在法庭裡 把世界的民法和外匯法 全部都演繹了一遍 我是留日的嘛 我就引用日本的一些外匯 也有研究的書籍打這一件 但陳長文他是英美的 真的是把世界有關的規定 在這個法庭裡面表現如意 彈開泛黃資料 這些都是鄭律師增長數十年 從第一次官司 到最後一次官司的第一手資料 上頭還清楚寫著 原告就是伊朗回教共和國的國防部 進行到大概快到了 最高法院那個時候 透過外交部 所以要大家要坐下來談 剩下的沒有領著的那一部分 可以還給他們 所有錢已經移轉了嘛 除了那個三個人在出現以外 怎麼來領起這個呢 沒有辦法 最終伊朗國防部遭到台灣最高法院 已超過15年時效 判決張銀勝訴 這才宣告結案 但法庭上的交鋒外 最令人費解的一點還是很多 尤其究竟是誰 洩漏了三位秘密代理人各資 為什麼英國密德蘭銀行 交給張銀的零款人護照號碼和簽名 會和三個冒領的人一模一樣呢 難道這是俗稱的內神通外鬼嗎 再者如果第二批來的伊朗人才是真的 那為什麼錢早在7月7號就已經入賬台灣 他們直到8月4號 足足比茂領的人晚了一周 才抵達台灣領銜呢 最詭異的是 如果彰化銀行真的有作業疏失 為什麼英國密德蘭銀行 始終拒絕出面 對彰化銀行提出告訴呢 有沒有可能是伊朗自己國防部 或伊朗國家內部有黑吃黑 你很有想像力 但是我 我不能做這樣想一下 因為我只能 只能想 也許 要不然怎麼會那麼巧合呢 有沒有伊朗的設置在裡頭 可能就是很大嘛 可能是伊朗某些人 也就是說伊朗這時候 需要買很多東西嘛 所以他們怎麼 外面去找機會 你知道嗎 那幹嘛呢 有時候順便騙他們政府 類似這樣的 就窩裡反派 對 就是說這個裡外嘛 要不然我們這個縣武 可能不曉得說有這樣一個好康嘛 是不是在當時 其實我們政府某種程度來說 也有透過這樣一個方式 向美國傳遞一些訊息 其實我相信絕對是後面 這個內情必不單純 台灣因為這場跨國詐騙 和原本互動良善的伊朗 差點掀起外交干戈 台一軍火詐騙的幕後黑手大BOSS 究竟何方神聖 1500萬美金分贓的對象又身在何方 小小的一小腳面紗即便被掀開 幕後龐大謎團至今依舊未解 這幾年隨著中國頻頻舉行大規模的海上軍演 也讓我們國軍更加的嚴正以待 今年7月的漢光演習 還特別將海巡署的海上艦艇併入 針對反登陸來進行的共同操演 除此之外 軍事迷最常關注的就是海上最強戰力 紀德級軍艦 其中還包括了像 基隆號 蘇澳艦 馬公艦和左銀艦 每當台灣的朋友看著紀德艦 在海上操演的音質的時候 大概不曉得 其實這些軍艦都具有伊朗血統 在船艙裡面還留有許多 關於波斯灣的軍事密碼 那明明是和美國買的軍艦 為什麼和伊朗扯上關係呢 報程官 左全量報告 水分目標相關上位將指揮動 紀德級虛物件 它可以打碎程長達100公里的 這個標2防空飛彈 定中目標 這個源頭大概是1996年的 第一次台海飛彈危機 那時候那個美方 就國軍就深切覺得說 你必須要強化這個防空的能力 那美方也這個 都是這個克林鄭政府 我也覺得是需要的 強化這個海軍的防空能力 是當問自己 所以這個紀德級就變成是 這個 次家的選項 2005年 第一批從美國手上 赤資243億台幣 費了九牛二骨之力 才接回來的 紀德級出逐艦 正式返頂鍋門 這幾艘看卻是中華民國海軍 截至目前為止 活力最強 盾位最大 最能害率海疆的大型戰艦 每回軍演 記得見的動向 操演英姿 都是軍事迷最注目的頭號焦點 裝上當時在美國來說是最新的 SPS-48的這樣一個3D雷達 偵測高度最大好像是可以到10萬尺 然後偵測距離最遠可以到400公里 讓它那個船最後甚至於重那個 它的那個船的這個排水量 甚至於在當時來說就接近到1萬噸 比一般傳統的食物的自己去年 大概七八千噸多 大概多了一千多噸的這個排水量 其實非常的可觀 登上龐大的紀德艦 從高空看自己 仿佛如螞蟻一樣渺小 但走入船艙 狹小的走道彎彎繞繞 稍不注意就會迷路 四艘紀德級軍艦 分別被命名 基隆號 蘇澳艦 馬公艦和輪艦 他們圍繞台灣 東西 南北 駐成台灣的海上鐵幕 2013年 廣大信號事件爆發 菲律賓公務船槍殺我國漁民 國防部為了展現護漁決心 特派紀德級馬公艦 前往台飛重疊的海域聯合軍演 然而當登上軍艦參觀引體設施 居然發現除了武器彈藥庫 官兵修起區 四艘美國的退役軍艦 據說船艙內還有一個神秘的羊卷 船艦就是有特別 因應中東的比較炎熱的氣候 跟可能會碰到沙繩等等 所以它的空調系統有特別強化 明明本該是美國生產製造 但為何軍事專家口中會說 紀德艦藏了許多為了中東環境 特製的設施呢 原來紀德艦在成為台灣海軍 最強戰力前 不只是美國海軍航母戰鬥群的旗下議員 Draven說原他的真實身份 其實應該是護衛伊朗國土 和叱咒波斯灣海域的海上警長 時間回到1979年 伊朗回教革命前 伊朗海軍過去在波灣 擁有世界上最強的武力之一 要說他是中東海上霸主 一點也不為過 巴雷國是小老弟一樣 所以這個美國當時是 在波蘇灣地區的安全 主要是靠什麼 巴雷國在幫他忙 好像是我們在那邊的警長一樣 幫我們保護安全 為了鞏固局勢穩坐中東老大 當年的伊朗等於是美國最佳盟友 靠著出口石油 伊朗國王巴勒韦 帶著國家朝向富貴路邁進 他也毫不手軟砸錢添購 陸海空去路 試圖重回過往波斯帝國的威武邪向 因為美國把伊朗認為說 這是我在波斯灣的警長 他可以幫我巡邏波斯灣 需要武器 所以我們就賣給他什麼 好像一種比較陽春版的 程度的戰線 他其實就是伊朗巴勒韦國王 在當時縱觀世界各國的 這個軍事裝備水面艦之後 他覺得這一艘 7000多噸的 這個美國的 史普洛恩式驅逐艦 非常具有一個形象感 也就是為了建立 新世代的伊朗海軍 有這種七八千噸的 這樣的驅逐艦 作為整個 這個伊朗海軍這樣的旗艦 他會覺得等於說 給自己的海軍 你有這樣一個大的 這樣一個武器裝備 才能夠避逆周邊的 像沙烏基阿拉伯 或者說其他這些國家 為了稱雄 錢那是問題 巴勒韦國王唯一的要求 就是比當前 全球最強的潛艦殺手 武力要更上一層 如果說他必須要 這個建立這個遠洋的能力 特別是保護他的 這個石油交通線的話 那這個強化他的這個 艦艇的防空能力 其實是非常必要的 既然金主爽快不解 美國當然樂意促成這筆生意 1978年3月 伊朗市資21.6億美金 比普通美國海軍 史普洛恩斯基驅逐艦 足夠貴了一半以上 更豪氣一口氣 嚇得死瘦 2011年3月31號 在兩間傳統造船廠的 通力合作下 一間名為HII 亨廷頓英格爾斯工業公司 正式成立 它成為美國首屈指 甚至全球最重要的造船廠 而它的主體來自於1938年 位於密西西比州 帕斯卡古拉河東岸 所創立的英格爾斯造船公司 那起初呢 這間造船公司呢 是以製造商業船舶為主 直到了20世紀的50年代 開始競標海軍工程 那時至今日呢 他們的造船的產品 項目呢 已經囊括了美國海軍的水面的海軍艦隊 海岸警衛隊 海軍陸戰隊 以及為全球科目所開發的高科技 高性能的軍艦 而我國的紀德級的四艘驅逐艦 就是由英格爾斯造船公司 所建造的 這四艘驅逐艦是在美國海軍全面 防空艦神盾化之前的最後的 算是最後的這樣一個結晶產品 它是那種所謂的美國海軍 叫NTDS海軍 那個戰術戰鬥系統的這個發展到 最極致的這樣一個階段 根據巴勒韦的建軍夢想 伊朗海軍除了四艘驅逐艦 還向法國訂購了12艘飛彈快艇 再加6艘西德潛艦 外加向伊美填購的小型航母 就能成就夢想中的建軍願景 但誰想得到 隨著伊朗回教革命爆發 國王被推翻流亡 科美尼政府上台後 一切的建軍猛碎 大量的軍武訂單 也隨著伊朗人質危機 成了新政府的各種夢魅 既得擠的軍艦 那四艘 錢都付給美國 軍艦都已經造好了 結果美國不把軍艦 交給伊朗新政府 他說那是伊朗巴勒國王給我買的 對不對 我們幹嘛要交給你 美國政府就可以宣布 我沒收這四艘船 但這四艘船沒收來之後 它還沒有完工啊 所以對於當時美國海軍來講 我只要付 甚至於當時一艘驅逐艦 或甚至於一艘巡防艦 不到的建造費用 就可以獲得一艘 這麼戰力強大的 這個驅逐艦 所以當然就很順利的 這個說服了國會 那就錢呢 就從國會撥款 把這四艘驅逐艦 因為這個沒收 然後這個未完工的 這四艘驅逐艦 把它建造完工 然後建造完工以後 當然就加入了美國海軍服役 美國海軍等同減了大便宜 僅花13.7億美金 將近半家就獲得了四艘 防空反潛全能版的 是普魯恩斯基驅逐艦 而且這四艘船比較特別是 它當時在美國海軍的取名 很妙 它這四艘船 什麼紀德 潛德等等 後來被美國海軍戲稱 這個叫死少將級驅逐艦 就是 甚至於這四艘驅逐艦裡面 還有一艘曾經參加過 96年台海飛彈危機的時候 那時候尼米蘇航跟我們建 這個打擊群的護衛艦之一 紀德級驅逐艦就曾經率隊 在這個中東海域 那執行這個反伊朗的 這個海上的這種騷擾 或者包括它的小型的 那個艦艇的騷擾 雖然四艘驅逐艦 當時射過短腕 但隨著冷戰結束 美軍大幅縮減了艦隊規模 加上更先進 火力更強的神盾級軍艦 如雨後春筍接連問世 讓四艘記得艦 就像孤兒般的存在 再加上它的這個作業維持費用 相對來說就比較高 因為畢竟它這幾艘船 跟其他的史波倫斯級驅逐艦 雖然說大致相同 但是還是有小地方不一樣 所以等於說我為了要特別養 這幾艘跟人家不一樣的船 所以在美國海軍來講 它可能就反而把它列為 第一批這個史波倫斯級 同等級驅逐艦中先泰出的船 1988年 才服役17年的四艘記得艦 就遭到美國海軍提前退役封存 更輾轉以243億台幣的價碼 將四艘軍艦搭配148枚標而飛彈 一併銷售來到台灣 艦上的系統就完全維持它那個退役時候的狀態 也沒有那個武器啊這個這個 這個上面的這個作戰系統都沒有拆下來 所以整條船也是繡疾斑斑 那看起來是非常可怕 2003年9月 前國防部副部長普澤春擔任時任的接艦任務支隊長 一共帶領千名官兵赴美修船接近將近兩年 才讓四艘袖蝕破敗的軍艦 蛻變 重現英姿 就是它修完之後呢 它仍然是以美國海軍的艦艇的身份 這個完成這些武器性的測試 到它這個離開 就是過了這個巴拿馬運河之後 然後這個到太平洋海運 這個離開關島 然後才這個降下這個美國國旗 身上中華民國國旗 記得艦成為美伊的糾紛下 意外與台灣結緣的特殊產物 更是護衛台海多年的堅韌海架 只是現階段他們演在台 福利了近二十年了 何時能卸甲歸田 台灣國防自主的那一天 期待要快點到來 歡迎你回到導讀台灣 哲青在伊朗的朋友 曾經跟我講過一個故事 在兩一戰爭期間 有很多的士兵 從前線被召回後方 原因是有很多的媽媽 妻子 甚至是女兒們 打電話不斷地去騷擾 地方的兵力調度所 直到官方回覆 這一些召回的士兵 他說拜託你們回家 要是你們在戰場上 有什麼三長兩短 你媽媽會殺死我 那朋友甚至於開玩笑地說 這可能是伊朗 在兩一戰爭戰敗的原因 當然我不認為這些故事 會發生在女權極低的伊朗 實際上這故事是真的 在西方的媒體眼中 尤其是美國 都將這類的訊息 當作是不存在 尤其你看看 像沙烏地阿拉伯 她的女權其實是更受限制的 在前幾年 她才正式可以開車上路 但是卻沒有任何的問題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 是西方世界的盟友 回頭想一想 沒有一個國家 地方或者是人民 可以被一本書 或一個電視節目 單純地解讀 如果想要更了解更多 就應該親切地走路 這個被古典文學稱作為 充滿夜音跟玫瑰的美麗國度 讀萬俊書 行萬里路 是為了回家與你分享故事 我是謝了欣 感謝你的收看 道徒台灣 我們下週再見 ? 對